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呢 因为秦始皇觉得自己活的日子可能不多了 要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把这遗诏给立了 秦始皇说 哎 等寡人死了之后 你们要到边疆把长子扶苏给调回咸阳来 扶苏是谁啊 有人可能不知道 这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 他很厉害 有才 有德 还文武兼备 秦始皇的意思是想让他继承皇位 很可惜 这封遗诏还没有立完 秦始皇就驾崩了 死了 等到秦始皇一死 这个赵高第一件事情 是去找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商量 赵高可以说是胡亥的老师 从小啊 他一把拉拔长大 赵高说了 你父皇死了 在他的遗诏里 想立你的哥哥扶苏为皇 你呢 就只能当一个小小的王 胡亥说 遗诏这样写 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哎 你怎么就这么顺从呢 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告诉你 这个遗诏还没有立完 而且你父皇的玉玺在我的手上 我要把这遗诏给改了 再盖上你父皇的玉玺 谁还分得出真假呀 要做 咱们就做得绝一点 把这遗诏给改了 我立你当皇帝 你扶苏啊 拉倒吧 天下是咱们的 还不行啊 立遗诏的时候 丞相李斯 不也在现场吗 你就别担心了 李斯的事情 我自有安排 赵高就去找了李斯 他告诉李斯 李斯啊 扶苏 无才无能 我们还是立胡亥为皇吧 呸 你这是篡改一兆抗旨不尊呢 皇上生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李斯啊 你仔细想一想 要是扶苏真做了皇帝 你还当得了丞相吗 他肯定会让蒙田来当丞相 你想啊 蒙田跟他束手边疆这么多年 培养出了真感情啊 再说了 人家蒙田也很有能力啊 他当了皇帝之后啊 肯定会柴出异己 我们两个地位可能就不保了 要想保住咱们俩的权力 必须把这遗诏改了 李斯一听这 还挺有道理的 李斯就同意赵高的要求 偷偷地把这遗诏给改了 金始王的死讯并没有公布出去 为什么呢 皇帝死了 这是多大的新闻啊 要是太早地公布了出去 全国上下 那是一阵混乱啊 那怎么办呢 赵高就把秦始皇的尸体 装进车子里面 把车帘拉下来 装作秦始皇还没有死的样子 直到回到了咸阳 才公布了秦始皇的死讯 并且颁布了假的遗诏 立胡亥为皇 然后将扶苏还有五田都给赐死了 还不止如此呢 秦始皇的十个儿子 十二个公主也都被找理由给杀了 这才叫斩除一击 从此之后 朝廷上下里里外外 文成武将 每一个人说胆战心惊啊 害怕哪一天厄运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 一不小心说错话 就被拉出去砍了 这就是人人自为的由来 人人自为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拿来比喻大家都提心吊胆 非常的紧张 大话成语就到此 接着 man 从此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